香港楼价长期高企,不少人或觉得成功扣得窝居,就可列入人生胜利组,然而,梦想实现后,置业人士随即要展开长达30年的按揭供款。 你是否供得起,哪个按揭计划最适合你,不妨预先计清计楚,以免上错车之余,甚至要被逼下车,Q1买得起600万元物业吗? 年轻人买楼前 需计算是否足以支付首期,据金管局指引,首置人士购买1000万元或以上,及1000万元以下住宅,一档最高案揭成数分别为50%及60%上限为500万元。 以600万元的物业为例,需支付首期40%即240万元。 若首期不足的话,首置人士经按揭保险上车,购买800万元以下的住宅物业。 假设银行股价足,最多可借90%。 即购买600万元住宅物业,首期仅为60万元。 若购买600万元物业,透过案保借90%按揭。 假设实际按揭利率1.65厘,分30年供款。 月供约19,694元。 然而,储购首期未等于成功上车,还需视乎收入是否通过以下关卡。 以首置,自用物业及申请按揭保险申请人为例。 其首个关卡是每月供款与入息比率DSR,基本上限为50%。 即月入39,388元。 第二,就是在最优惠利率探揭计划,P-ON,上升三厘下。 仍能通过压力测试。 当前P-ON为2.5厘,P-2.75厘。 即格测下按息为5.5厘。 每月供款升至31734元。 按此计算。 中原按揭指。 买家按揭乘数较一档最高按揭乘数高出20%或以上。 侧颜测下的DSR虽为55%或以下。 即月入最少要达到57698元。 近年按揭新规对首置人士的制找减少。 若只能达到基本DSR为50%的规定。 可获批最高8或90按揭。 但虽支付较高昂的按揭保费。 Q-2,为何要先做好估值? 差响物业股价储没提供同一物业股价。 不同银行对同一个单位提供不同股价。 大家可从银行的物业股价网输入资料及查询。 比较业主叫价与股价。 因银行批核档揭申请时。 只会按照本身对物业的股价批核。 并不是楼宇买卖价。 假设买家以650万元买入物业。 根据金管局的规定。 银行只能为1000万元或以下的物业批出六成贷款。 换言之,买家将获批390万元贷款。 若银行级与期股价为600万元。 买家只能获批360万元贷款。 并需承担30万元差价。 Q3,究竟前期要付什么费用。 购买物业前,除了存购一笔首期。 还要计算不下几十万元的集费。 包括印花税、律师费、经纪佣金、装修及家私等。 以600万元的住宅物业为例。 首置人士的印花税率为3%,即18万元。 律师费视乎楼宇成交价而定。 600万元物业的买卖合约收费2,500元。 屋契及按揭契收费于1万元。 经纪佣金执为成交价的1%。 加上至少20万元的装修及家私。 年同首期了遇100万元。 Q4,选HON或PON会较好。 一般而言,HON更受欢迎。 因实际息率有机会较低。 而且所息切上限。 但是息率较波动。 因为要视乎银行同业策息走势。 例如刚好遇到大型新股上升或市场资金吹紧。 策息可触及两厘。 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鳳表示。 个别贷款公司会提供PON的低首期按揭计划。 现金回赠可达0.5%至0.8%. 但贷款机构并不会白白提供高乘数按揭。 买家需额外支付略高的保费。 而现时HON的使用率达九成。 普遍银行HON所息上限等于PON利率。 但当拆息低企。 HON计划实际按息会较低。 举例。 经落按揭转介网上资料显示。 有现金回赠1%的HON计划为H加号10.45厘。 以近日一个月期拆息0.2厘计算。 则实际按息为1.65厘。 低于PON目前实际按息2.5厘。 巧五,每月供几钱,供不起会点。 以楼价600万元为例。 假设年期30年。 实际按息1.65厘。 只需申请一按及要透过按揭保险上车的供款可相差超过五成。 前者月供仅12,685元。 后者则要月供19,694元,包含7折优惠下的按揭保险保费。 并以月供的形式供入。 按揭供款长达数十年。 若无力还款会有何后果? 黄氏指,按揭计策划的拖欠率仅0.04。 因银行有入息审查。 令买家借取按揭贷款等同把物业抵押与银行。 若供款人士拖延还款。 银行会先向其了解拖欠原因。 如情况非常恶劣才正式通知客户。 将其物业售出以清还贷款,续称银主盘。 但一般不会在几个月内收留。